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黑夜骑士 欢迎来到户外 现在是我在农村生活的第四天了 今天是继续享受我们的美好时光 现在我来到的地方 真的非常适合洗澡和游泳 这个水很浅 很浅 游泳是别想了 只能刚刚好 躺在水里面 但是我们往这里看看 这里有个生坛 这里游泳不错哟 看见吗 这里好建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水坝吗 看到吗 我们今天主要来游泳呢 顺便来捕鱼 带了这么一张网 捕不捕到鱼都无所谓啊 佛系捕鱼 佛系 能捕则捕 不捕拉倒 主要是游泳 爽一下 因为我看到这个水里面 确实有很多的鱼 因为我们就到生坛里面去游一游 看能不能抓到鱼 知道吗 这里的水是相当清的 相当清澈的 而且水温很低 水温很高 不低啊 看到鱼了 哇 真有鱼啊 试着拉 试着能不能捞到 这里有鱼 诶 好了 没有办法这样抓到 很显然没有办法 这样抓到 这样是不可能抓到鱼的 好拉倒拉倒 我们下去游泳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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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在这里游泳 不敢直接跳下去啊 跳下去说不定里面很浅怎么办 好 哇哦 可以啊 好深啊 这个深度不够了 这个深度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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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Trib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虽然鱼太小了 没用 鱼太小了 它放掉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朋友们 算了算了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没有抓到鱼 但是游了一趟游 也不错 这里面的鱼 都是很小的鱼 稍微大一点都抓不到 完全抓不到 相当不错 行了 朋友们 我们现在回家 下集视频再见 好 好